国评一姐终于出手了 孙颖莎正式告诫饭圈 请粉丝理智看待输赢 在国评的璀璨星河中 孙颖莎犹如一颗璀璨星星 其光芒之胜 从其粉丝浪潮的汹涌澎湃中 便可见一斑 在数字编织的梦幻舞台上 某视频平台见证了这一奇迹的演绎 自奥运风云初起 7月27日之前 她的粉丝基数稳利于401万之中 而即至8月14日 短短18日奥运征程 她的影响力如同春潮般翻涌 粉丝数月升至惊人的1132万 激增的732万数字 不仅仅是数字的跳跃 更是万千热爱的汇聚与共鸣 这仅是冰山一角 更广阔的网络海洋中 她的影响力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 然而荣耀的光环之下 已藏着不为人知的重量 孙颖莎的身边 围绕着一片浩瀚的粉丝海洋 他们为她筑起了关注的城堡 却也悄然间带来了 波涛汹涌的压力 在饭圈文化饱受诟病的当下 这股力量中不乏饭圈的暗流 他们以狂热之名 侵蚀着乒乓球这项运动的 纯粹与宁静 更在无形中为孙颖莎本人 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情感网 让她在荣耀与困扰间徘徊 作为国评一姐孙颖莎 这位智勇双全的拼弹金国 对于这一切有着清醒的认知 她在镜头前温柔而坚定地发声 如同一位智者 勇往直前 我期盼你们能以更加成熟与理智的目光 审视比赛的胜败 胜非我一人之功 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晶 败亦非世界末日 它是我成长的魔力石 请在我辉煌时给予掌声 更在我低谷时伸出援手 用包容与理解 共同守护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 她的言辞如同春风话语 既展现了运动员的坚韧与担当 也透露出对人性深度的洞察 正如郑清文前辈所愿 孙颖莎一期待那些因胜利而聚拢的光芒 能在风雨来袭时 化作最坚实的后盾 给予她更多的空间与理解 感谢观看